大家好,我是飞小鱼 《跑步马人生》今天请来的是我们的超马一哥吴胜明 然后胜明大哥刚刚告诉我们 我第一次,这是我认识他这几年来 我第一次听到他讲这么有趣的故事 那我觉得他好像本身就是一部台湾的超马史 因为上一次我们第一集是郭峰周老师 他也告诉我们一些过去的故事 可是老师是从办比赛的人 那胜明大哥是一个参赛的人 那我想听听看就是说 他是怎么样子从这个42 每天只跑5公里的人 然后居然可以跑42 居然只跑3小时多少 胜明大哥3小时半是不是 3小时38第一次 然后这很厉害啊 那你什么时候就是开始从这个标马 然后就直接你就直接跨入超马 你就是这样跨大级啊 从5公里直接跳42 然后42直接跳100 然后就跳24小时嘛 对应该是循序渐进了 台湾的那个马拉松的环境一直有在推广 嗯 那从从郭老师引进超嘛 我们才一起去尝试他 并不是也开始没有 是尝试的那种也是很害怕的心态 就是说自己说 哎 到底有没有这个能耐 那你那时候跑那一场100公里 你有做比较长距离的练习吗 没有没有 不会再跑5公里而已 就跑去跑100公里 有做的比较长一点的 那时候做的比较长 不过到后半段 到后面80公里以后 有出现一些那个抽筋的 抽筋的那个 那你到底是怎么样子 发现自己很适合长距离的 这种超级马拉松 应该是那一场吗 也不见得啦 因为后来我还学说 回忆到我以前当学生时代 其实我真的是可能 我的回忆能力比一般人好 比如说我现在回忆到我以前 我当学生时代的时候 我们不是坐公车 那时候我住台北 在家里住泰山 那你知道我们学生也是很穷 有可能要参加补习 或是学校的课业 那可能我都坐最后一班车 最后一班车 坐坐都很累 以前有那种车长小姐 坐坐坐睡早了 那那班车是到林口的 结果就被叫醒了 同学已经到终点站了 结果起来说 晚上好像快一点了吧 在林口那种深山里面 我家住泰山了 为什么办 身上没有什么钱 身上还穿皮鞋 书包都拿着这样子 就从半夜一点吧 就从那个那时候感觉 就从林口这样 就把他跑回家了 哈哈哈哈 原来 半夜当中 真的是有点 有点像冬天啊 有点雾啊 对啊 那个灯光真的是微微的那个 这不知道是什么形容 就好像说 就有点像是 现在我的想法里面 还有点像在跑四八打 那个感觉 整个山里面都没有人 只有只有一个人 因为林口已经有一点高度嘛 然后你还要再到泰山 那整个都是算是有一点山路 因为以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发到 那么那个 因为那时候林口工业区还没有起来 哈哈哈哈 所以那个里面整个就是 真的好像我一个人 对跟山中对话而已 嗯 就这样跑下来 嗯 原来 原来我们的超马一哥 是从那个时候 因为常常睡过头 是不是 然后半夜在 三更半夜在那个山里面 练出来的实力 这实在是很有趣的一段过去 嗯 那你这样子的话 嗯 第一届开始你参加了这个 东屋 你是一开始是参加12小时 还是直接就参加24 就24了 那 那因为他那时候开放16个名额 嗯 嗯 还是很担心 自己不会上 嗯 因为大家 还是存着观望的心理 24小时 对啊 要不要睡觉 我的同学说 我的朋友告诉我 哎 为什么 你快跑到 你的策略啊 跑到一点 再去睡一个小时 在那个 结果跑下去根本 不想睡 不是啦 根本不是那回事 根本睡不着 可能因为你在跑的时候 其实 我认为说跑超马里面 他的可爱就是说 不管你是领先 你是最后一个 随时都是有你的竞争者 嗯 你也不想当最后一名 嗯 因为你想 追倒数第二名 第二名他不让你追 两个人 根本就没办法睡觉 嗯 不可能睡的 所以你自己真的是 抽筋 已经跑不动了 或者身体出现状况 对对对 你出现了一些状况 嗯 不然你根本就睡不着觉 所以你其实在第一次参加24小时 那是第一届嘛 在那之前根本没有任何经验 或者是什么什么前人可以取经 都没有 对不对 没有没有 那 可是后来我突然去想 这个是我可以建议一些新手 真的要去 因为你假如没有跑过24小时 因为他要跨越 嗯 那跨越你 因为一般人我们比赛都不是凌晨6点吗 嗯 或是6点 或是7点 对 很少跨过12点 晚上中12点到6点 这个 这个很难熬乐当中了 就是新手应该 与我自己去模拟一下 嗯 那我也是自己突发奇想啊 嗯 我这我家的公园 那个公园不大 那我就找一圈可以200多公尺 嗯嗯嗯 啊有一个凉亭 那边灯亮亮的 就模拟 我从12点模拟到6点 所以你第一次参赛之前 你有做过这个动作 对 那很好笑 那模拟的时候 我那个凉亭里面有这个阿伯啊 那拨掉 拨到天亮 哎 我把它当作是 这是我的观众啊 我本来想说 我把补给品放在那边啊 他们在凉亭 赌博 然后玩通宵 对 啊因为那边有灯光嘛 唯一的比较有灯光嘛 那我就在那边那个 哦 那些阿伯啊 他们看到一个少年人 你这样走一走一走 他笑诶 但是我把他当作 哎 因为公园里面都没人了嘛 嗯 因为那是一个小公园啊 跑到差不多6 7点 才会有人来运动 嗯 我把他一直跑 我把他当作 哎 这是我的观众好了 当作是在那边模拟嘛 真的真的是有点累 因为自己也是很无聊 啊 那时候 也 那个时候 可能 MP3也没有那么的 那个 所以真的是 完全的 是靠自己啊 嗯 真的是很孤单 很孤单 对 哎 啊怎么就 你就要去克服啊 没办法 嗯 可是 哎 有这几个人在赌博 那没关系 我把他当作是 那个啊 感谢这几个赌博的阿伯 啊 每跑过去 他们看我一下 我也看他一下 很好玩啊 快天亮的时候 他们就很好奇啊 哎 小脸你招啥 哦你这样招不累吗 招发天亮 说 阿伯没办法 我一定要练啊 很累啊 说阿伯 你博蝶不累吗 博蝶怎么会累 哈哈哈哈 这个应该叫人家来看看 这个是 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方式 他们应该 以后24小时 应该请他们来那边 玩扑克派 然后玩什么 对 所以你的第一 第一次比赛 那你那时候 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比赛 跑出什么 多少 多少成绩来 也是跑得不好 因为 那时候 真的没有经验 跑到说半夜一点多吧 也可能是精神不好了 可是 那时候真的是 没有经验 不会去 半夜都变得比较冷 但是你在跑的时候 你会热 但是你一停下来 你的体温很容易失温 那我就跑到 那个急救站里面 那医生跟我讲说 欸你要噴一下吗 噴一下 噴一下那个 觉得说 那会比较舒服 可是它噴下去都是凉的 对 那我噴下去以后 哇 完蛋了 就整个身体发抖 跟整个状态 被我妈 那时候我妈跟着我去 她在我一直在那边抖 我那时候体温只剩下34度 她以为她儿子快挂 34哦 天啊 我都躺在那里 用那个什么 那个热电风扇啊 什么 还有那个 怀 什么 那个叫什么暖暖包那种 对对对 我都没用 一直在那边躲 躲了一个小时 那是你第一次参赛的经验 对啊 第一次参赛 整个都 就是没有经验 就是把自己温度失温掉了 所以有一个多小时没跑 后来 后来赶快想说 温度又比较升上来之后 然后就急着一直想回到 回到 回到跑道 跑道上去啦 那时候还好 还有 还有 还有前三名 嗯 觉得自己还敢问 因为大家都 不知道啦 对 没有男人 那时成绩并不是 很特殊 如果 如果那 不要让我有失温的话 我会 那时也会超过200公里 可是那时候只要跑187而已 哇 你第一次就跑出187很强耶 很强 可是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不满意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啦 因为那个东西 有人说 我跑了十次 那你有时候会跑到 甚至跑到160 对 像你去年就100 去年是发生什么事 我 我都不认为我有失败过 嗯 因为我跟几个朋友讲说 我 虽然我参加了过十次 但是每一次的情境都不一样 嗯 都不同的经验 嗯 虽然你好像 跑了成绩不是理想 但是你获得 很大的 不同的 不同的经验 对 这别人 所没有的 因为你自己体会到 你会遇到 我遇到很大 下很大雨 出大太阳 有一年你们是不是 几乎从头到尾 我既然是06年还是哪一年 然后你们都 下大雨 然后似乎都是 它那边 三边的温度 风很大 嗯 只有只有三度 所以那个说保温就很重要 因为你的经验 经验就更重要了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 那个名字 我忘记了啦 我是一直跟他提醒的 台湾还是日本 台湾的 他穿的很少 因为他 我记得他好像是说他是救生员 他不怕冷 可是他前十小时啊 你有那个体能去对抗外面 嗯 你没有 没有把他保护起来的话 你到半夜 就不行了 嗯 我记得他前面好像领行我十几圈吧 嗯 到最后他也差不多跑了一百六十几公里 嗯 因为他整个室温了 对 他 拿那个羽毛衣穿起来还是没用 我记得圣明大哥 我看过你几次 其实你在晚上的时候 你都会穿着外套跑 你会把自己身体 处在那种很保暖的那个状态下面 对 那可是这样子不会闷热吗 不会 因为你 你 你感觉上是那个 但是你的体能已经耗了很多了 嗯 嗯 你里面可能都是 都是热热的气 但是你假如 被那个冷空气一直吹一直吹 等于是说你的体能 一直要对抗外面的冷空气 那你就会 你的体能会消耗的更快 嗯 嗯 嗯 所以我记得 你其实最精彩的一次 应该是在08年嘛 那是你创纪录的一次哦 可是08年那一年你发生了 我 我在看到这件事情 我一直很想问你哦 那个那年7月你 撞断了肋骨五根 嗯 然后呢 你说你隔天就提着血带回到 跑场 这是真的还是 这是真的还是 还是夸张的那个说法 也不是说 回到 回到那个那个跑场啊 详细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 当时 撞到之后 整个人哦 一直想说哦 完蛋了 我不能跑步怎么办 嗯 好像 整个人 没有住院吗 有有有 人生好像 押上去 因为那时候 我被人家撞到之后 就是被人家开到 所以运气不好 在中心桥上面 撞到那个 整个背部去撞那个安全桃 嗯 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 我自己有断 哦 你不知道是不是 还可以起来 什么之类的 就起来之后 就怕被人家送到别的地方去 就自己 骑着摩托车 骑到办公室 啊 什么 原来你在断了的情况之下 还可以再骑摩托车 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 我有断掉 我想说 我想说 只是呼吸好像很急促 那时候我不知道 肺部被戳破了 因为那一个人又把我提起来 嗯 我本来只是应该是断掉而已 嗯 裂开而已啊 他把我拉开了 嗯 后来我 后来我照X桶子 知道说 有两根特别开了 那开之后 那个 那个肋骨里面有刺 就把我肺吃破 哈哈 啊里面有念初学 但是很 很危险的啦 后来我也危险 自己 可是我是硬撑的 不晓得 我总是 要回到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以后 一直还觉得不舒服 叫我 叫我 叫我同事 我会不会把他送到龙虫去 嗯 因为我认识高医师 因为他一直研究钞码 嗯 我想说 高尾峰医师 对高医师 对对 我对他 感觉上那种 我们会比较有信任感 就送到 送到龙虫去了 那我听高医师的一些意见 我跟他提出我的想法 我说 哎 我很享受在那个 他本来说医师建议说半个半年了 嗯 我说我不要那么久 才又回到跑道 跑道上去 结果第二天就提了那个 那个负压的那种桶 因为我要插管 哦 因为我内书学要插管 我就 哎 好吧 不管 能不能回到跑道上 我一定要复健 那时候心里就一直很坚强 我一定要回到跑道上 嗯 就从每一天 开始半小时 所以你都没有休息 没有 完全没休息 每天就走半小时 嗯 没有 就早中晚 半小时 慢慢一直把那个距离累加 嗯 嗯 啊你那个 因为肋骨你断掉了 你那个断掉的时候 我 就刚开始慢慢跑 嗯 跑得很慢很慢 嗯 但很慢的时候 主要是不是很激烈的 那那那那那种 那那种原理的话 像好像你在按摩一样啊 所以好得更快啊 嗯 我差不多 因为我觉得那一个一个月 之后就开始 做比较正常的 练习了 嗯 不过两个月要参加世界杯啦 对 可是我先测试看看 嗯哼 结果 所以圣明大哥 你刚那个理论的意思是说 我们一般人都觉得说 啊你骨头断掉 你就要多休息 可是你反而提出另外一个是说 你慢慢的先从散步开始 然后让它可以磨合的更快 是这样啊 因为你有在动啊 嗯 就是一个附件一样 你有在动很快 就不要让你的肌肉萎缩掉啊 嗯哼哼 反而 反而 快的更好啊 哦真的啊 我曾经听到有人说 比如说他什么腿断掉 因为上次那个有一个奶鸡大哥啊 嗯 他说那个打石膏啊 然后等到最后那个石膏一敲开 那个肌肉全部都萎缩掉了 对啊 你一定要在 在打石膏之后还是要走 还是要动 嗯哼 看着你那个 那个动 我曾经看到一个 那个公共电视一个 一个百岁人类 嗯 他虽然他手断掉了 嗯 他还是要维持运动 一百岁了 真的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是 我觉得这是有点颠覆 我们一般人的传统的观念 可是我相信过来人的经验 应该是更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那刚刚盛名大哥告诉我们说 哦原来他断了几根肋骨 然后呢 他并没有让自己休息下来 那待会儿我们先休息一下 告诉大家说 他在那一年 他缔造了什么样子的奇迹